台北武戏馆迈入十周年了 这里不止传承传统的戏友文化 也经常展出国际当代的戏友作品 为了庆祝十周年 他们邀请了印尼的皮影戏大师来台演出 另外还有130场兼单戏台 在台北成各城门演出 用最传统的布袋戏说台北的老故事 正是阿尔琼娜为了通过考验 在光影前激烈开打 这是印尼的传统皮影戏 台北欧戏馆为了庆祝十周年 特地展出印尼的皮影文化 而印尼皮影文化分为巴厘岛 以及爪哇地区 由于宗教信仰不同 两地的稀有外观有明显的差异 如果我去巴厘 像这样的形状都没有改变 印尼的皮影细藕 几乎都使用牛皮制作 线条细腻 色彩层次分明非常讲究 欧戏馆慢入十周年之际 正逢台北建成130周年 除了展出印尼皮影细藕 更推出130场免费传统布袋戏 《坚单戏台》 介绍台北建成故事 今天我很高兴跟随祖先的主机 来到台湾来认识台北 现在就请大家看130年前 我的真真真主妇 也就是我的Green Green Green Father 来到台北的故事 简单戏台被公认是最早的布袋戏演出方式 盛行于17世纪中期 一个人背着戏台在各地演出 没有任何限制 就是一个带出一个趣味性 让小朋友去了解 台北城其实是已经130年了 然后我们散去在东西南北 这个门为什么叫西门 为什么捷运有小南门 我觉得他看过这出戏 他就会慢慢去了解 十年来台北偶戏馆带大家 从小小的戏偶中体验无限的趣味